哈喽,大家好,我们现在打算出去采蘑菇去了 我们出发啦 我们开车开了半个多小时,然后来到了这个地方 这个是挪威的森林 大家可以看见这个木制的东西是瞭望台 就是猎人们打猎的时候观看驯鹿或者是挪威鹿 我们找到了,看 然后有朋友问我怎么区分读蘑菇和可采的蘑菇 在你去采蘑菇之前,你一定要先去网上去搜索 或者是你买一本蘑菇的书 在挪威来说,除了几个个别的城市,其他的地方 挪威真的是大部分来讲的话是乡村的生活 所以挪威人对于自然的这些产物是非常了解的 所以关于毒蘑菇这些或者是可采的蘑菇,他们都非常的了解 还有就是挪威从小学开始的话 从幼儿园开始,每周五或者是周一 或者是不同的幼儿园和学校有不同的规定 就是每周至少一次的去森林附近浇游 这样的话,老师可以在他们平时的时候教小朋友认识一些简单的蘑菇 对于我采的这种黄蘑菇来讲的话,是挪威最常见的,而且是最好辨食的蘑菇 所以说不用担心 挪威的森林里面还是感觉很好走的 不是爬坡那么大 大概用了40分钟我们就采了两小筐这种蘑菇 我们回去的时候下雨了,这是挪威大片的森林和牧场 这是农场家 这个地方就是我住的小乡村 现在是秋季了嘛,大家可以看见对面霞湾的那片草原 都是黄色的麦子,都已经熟了 然后我们没有直接回家,去了朋友家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泰国朋友家 然后他们也采蘑菇了 看这些蘑菇 我现在要开始跳蘑菇了 有的蘑菇很好清理 就是把上面的小黑色的东西 扫掉就可以了 然后有的蘑菇的话一定要去根 这是小蘑菇,找一颗大的 你看他们俩一对比 那颗蘑菇多大呀 把这个要去掉 根铺的地方比较脏东西比较多一些 都是土啊,草啊这种的 用小刀把它雪掉 然后通常的话我是把这个蘑菇掰开 这样的话检查一下看它里面有没有小虫子 因为有的时候它会在根部有小虫子 当然我们也采了一些这个蘑菇 挪威语叫做pick soup 很好吃的这种蘑菇 我们都要把蘑菇切开一看 因为有的小虫子会钻到它里面去 然后再挑一挑,把像这种都给它整理一下 在挪威的森林里面采蘑菇也是一种运动啊 谢谢你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